今天有点风比较大 这是谁扔的这个旧家具 然后这是扔的这个衣服架 我记着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想着去弄一些衣服架 这边是胡同 今天是旧金山 2021年的2月28号 2月份的最后一天 今天感觉 外边阳光比较刺眼啊 所以我就 特意戴上了 这个写的是获得你的 疫苗啊 写的是周日 到周三上午9点到 下午1点45在24街和CPP 一节的交易处 Priority for Mission District Residents 优先权为了Mission区的居民 Onsight Registration Available Only For 在现场的注册 可以获得的仅仅为了那些人 Age is 65 plus 六十岁以上的 或者是 Uinsured and lack of 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 pre-prioritized 没有参加保险的 并且 缺乏 通往 医疗资源的这些 人 六十岁以上老人吧 然后呢 San Francisco Residents 旧金山的居民 然后呢 是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社区健康工作者 Health Workers 健康工作者 还有IHSS Workers 这个IHSS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不懂 就是说现在 开始注册 打疫苗了 看我戴这个帽子 这个是防晒的 这个 是全方位的这个防晒 哇 这是谁扔的这个食物 这好像 扔了好久了 这都烂掉了 地上都是花瓣啊 地上都是 树上钓的这个桃花瓣啊 落红不是无情物 变作春泥更护花 对吧 而落下的花瓣也不是 没有情意的变成春天的泥呢 更加 能滋养花吧 试试试吧 有朋友留言问 最近 可不可以 比如说有的游客的 想旅游啊什么的 因为美国这边呢 这个花 看 这个花树真漂亮 因为美国现在的疫情呢 大家都 打疫苗了 现在也算是 春暖花开了 国内呢 好多朋友也打疫苗了 实际疫情现在应该是 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 还是趋于平稳吧 这谁扔的口罩 直接扔地去了 然后有的朋友呢 就想着 出来旅游啊 但是 有 美国的旅游签证 然后他 留言说 汤姆 你可不可以 在美国那边帮着打听一下 你看他这个报纸呢 就直接 这么扔在这儿了 给他拿那个胶壁绳一捆 啪扔在这儿了 可能也没人看 就当垃圾扔了 这个门口都是垃圾 说 可不可以打听一下 现在旅游签证的这些人 能不能够入境啊 能 答案我不用打听 我知道 一直有入境的呀 就是在 去年9月份 10月份 在美国疫情 爆发最厉害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人入境啊 没有很多人啊 就是说 也是有人入境的呀 就是美国这边 它是一个移民国家 一直有人 来呀 如果美国 它这个国门彻底关闭的话 那么 就麻烦了 这个国家 就没有活力了 对不 你看这边路边的也在 人们也在经营 一直有啊 但是它有一些具体的限制 比方说要 经过第三国 比如说像有的朋友就是 我记得以前视频我提到过 有的朋友是从 柬埔寨中转啊 也就是说从中国 飞到柬埔寨 然后呢 从柬埔寨 停留半个月左右呢 再 坐上航班 飞美国啊 前几天还有 呃 人在 洛杉矶 就是中国的游客呀 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 机场降落啊 就是来到了 美国 但是呢 被怀疑 有移民倾向 就被关起来了 但是 监狱里边人太多 招不下就把他放了啊 放了之后呢 他就得 走这些进程吧 因为怀疑他嘛 本来打算要遣返啊 后来他 提出他的理由 之后呢 就 把他抓到监狱里 但是 其实 自从美国这个疫情之后呢 已经放了 这边是个超市吗 Bugging Market 这边是个市场啊 我还真不知道 从来没来过 这边是好多这样的花 各种各样的花 奇奇怪怪的 这种开着小花了 所以说 没问题呀 一直有啊 一直有啊 只不过 就像以前 有一句 我工作的时候 听我们那个老同事啊 他们用一种很诙谐的 这种方法 表述方法 说的一个邂逅语吧 是 小鸟不尿尿 各有各的道 对吧 也是有 有各自的一些 途径啊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 除了坐航班 来的之外呢 其实也有这个 那种海运啊 但是呢 基本上都停了 基本都停了 很复杂吧 很复杂吧 这里边 有好多 好多说到 这里边 这个哥们在干什么呢 在摄像的吧 现在在摄像啊 这个拍这个街景嘛 反正是专业的这个摄影人员啊 好吧 一直可以来啊 只要签证没有作废 虽然有一种说法说 现在美国这边什么这个议会呀 那个 提案了说要取消中国的时间旅游签证 但是 还没有啊 还是有的 还是有效的 还没有取消 只是回应一下 另外 对于 有些 来到美国的朋友 尤其是 新进来到美国的朋友呢 我以前视频也提到了 他们 可能有的会稍稍思想 我个人觉得有点偏激啊 思想有点偏激 这个花 在这个风中颤抖啊 我觉得有点偏激啊 其实 我觉得对于祖国 或者对于母国 这个人民呀 我觉得还是应该怀有 最基本的 那个悲天悯人的这个情感吧 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不能说 从某一个国家离开之后马上就 全盘否定呀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妥啊 当然可能在 任何国家都有一些人 不是那么太讲究 就是 不管是 遵守 道德规范 还是遵守 最基本的法律 可能有的人做的比较差 但是咱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体 我觉得 我回想 在中国的时候 那些年 我所接触的人 大多数 绝大多数 还是善良的 可能他由于他所处的 环境 还有他 局部的小环境 还有他自身学习呀 或者眼界 开阻 开阔方面的一些问题呀 就是导致 他可能对有一些事情看不太透 这也正常 我觉得 这个 也无可厚非 人都有 局限性嘛 包括一些 在美国的一些华人 甚至一些老华人 来了好多年了 其实 也 看起来 对吧 你说到了这边了 按说 已经 这么多年了 你的基本的英语呀 或者对社会的这个认知 或者你做人的 所谓的这个层次和格局 应该是比较高 但是 有一些真的是很 不敢恭维吧 从他们的 言谈举止啊 从他们的 做的一些事情 让人觉得 不是太认同 这个 我并不觉得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 会对这个人 起到 100%绝对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 就像 莲花一样 对吧 他有的 也是能做到 出玉孽不染 啊 那么 嗯 同样在一些 比较好的 一些 整体 素质 相对 稍微高一点的 地区啊 或者一些 国家呢 也有一些人 他 一直是 玩命不化啊 就是 很难说 所以 还是 建议大家 一些朋友们 尤其是 刚来到美国的 还有即将来的 那么都 首先不要对这边 抱有太大的期望 其次呢 这是什么 利青吗 这是 这个不是好像是一个洒的什么果酱啊 这个 递给弄脏了 首先不要对 美国抱有太大的期望 其次呢 就是不要 对以前咱们的国家 咱们国家的 人民 对吧 有有这样的不敬之词 我觉得啊 真的 我觉得 我回想 还是我 在国内的时候 我觉得 反正我是 可以 后着脸皮说 我是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啊 我也 身边结交了一些 像我这样的朋友啊 嗯 这是我幸运的地方啊 当然也有一些 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挺 挺不好的啊 比如说他想的一些 嗯 问题想的特别偏 嗯 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 啊 这边 不是绿灯对吧 等一会吧 就比方说 我记得以前 我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个熟人吧 啊 不是朋友啊 就是熟人 然后他 就提出来说 你认识不认识 消防队的人啊 因为他承包了一些 嗯 树林啊 就是路边的这个树林 然后他当时动的脑筋 竟然是说 如果我认识消防队的 让让我 找这个消防队的这个车 消防车 给他交这个树啊 给他交这个 他我我我我忘了他那个树林 是在路边还是一个一片 我忘了 我就觉得非常惊讶啊 后来我就再也不跟这个人去 交往了 绝不再交往 因为 嗯 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难免会接触一些人啊 有的人呢 比较 会逃近乎啊 他其实就是想利用你嘛 一般来说啊 然后就 观察你的一些 回应啊 然后尽量的把你 这个价值 开发到最大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好多 朋友需要警惕的地方 就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 接触一些人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真正的 想把你当朋友 他所看的只是你的位置 对吧 好吧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热了 我把衣服脱了 走热了 走热了 再见 拜拜